今天是理发店长的正式一天 在去阎昊家的路上 四环发生了特别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 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都可以慢一点 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阎昊一位在北京工作的27岁男性 每天早上他快速地洗漱完吃两口面包 抓紧时间去健身房 吃东西也快 你昨晚你几点睡的 几点 必须也睡过八小时 要不第二天健身没有状态 你一直都自己住啊 没有女朋友 让你谈下来三四天前的 出发吧 走 每天早上的时间就给你打仗了 其实健身呢 跟乏味 就练肩呢 最难受 就每次推一下就是痛苦一下 你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 有啊 练了一年以后身材也挺好 后来比如工作有些事情总处于吃饭喝酒 我生活好像记得足足三个月 那时候身体又开始发浮了 脸也怕 然后穿衣 我裤子也穿不进去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讨厌自己 我就发誓我以后一定要把健身移植起来 最后就脱离坚持这两个 就跟刷牙膝脸 盐浩在这家健身房练了快两年 这里24小时开放 按次收费 他每年要花一万多在健身上 我爸爸也爱运动 他现在65岁了 早上起来30个复活成 面相跟40岁还是差不多 有个人不问健身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觉得 你看现在这么富出去练啊 现在是没啥回望 但有可能会有一天就是老了 就拉开距离的 想那么多有啥用的 去做就行了 白的衣服手洗 黑的衣服洗 你每天到擦地吗 对 走着先擦一擦 您有几个合伙人 我们四个人一共 每人占25%吗 对 以前都在一个公司 有段时间聊得来 就想一出来一起干 有什么需要做决策的时候 听谁的呢 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 我负责技术 就是一些根本没有关系的 然后有运营的 然后还有管理的 四个人分工明训 比如说到我的领域了 那就得按照我的来 那你们四个人会有什么矛盾吗 刚开始呢 都是第一次创业的 都是第一次合作的 那会有的时候 合伙的生意不好做的 在于沟通 其实合伙人也跟夫妻一样 有问题的就拿出来沟通 一生气的 一矛盾 都在于某某的性格 像有的时候我的性格就比较刚 我说这个发型不好看 我说别人 我说你做的那个作品真丑 就有的时候就容易强向起来 也就是说你们一开始的矛盾 主要都是性格问题 对 就是性格问题 一般合伙不都因为钱吗 但我们几个偏偏还真都是没有 因为钱 为什么呀 有可能这个时代的问题 因为去看了那么多前辈 因为钱做了一些措施 没法合作了 就是这一代 那就得谨慎吧 这方面 这年打车花了三万多 对 有的时候晚上回来 白天工作太累了 我就打车回来 发廊开起来的头七个月 都没什么人 延浩他们四个人愁得 晚上睡不着觉 后来回头客越来越多 老顾客还带来了新顾客 一年以后终于走上了正轨 这都是我的同事 哈喽大家好 之前在楼下坐过一年 护杯池 那时候刚刚学会跟他学那个 后来我不太喜欢那个 为什么呀 因为太油腻了 每天都跟油啊面啊糖啊 其实我们的房间 起码干净 穿衣或者什么的 可能跟你们的定位有关系 也不是说每个发廊 都是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 这个确实是我们几个 之前工作的地方 在北京也是属一属二的高端店 以后想要在什么环境上工作 想到的你得做到 比如说厨师 那你是想在街边小店 还是想去美其林 我当时一入行的时候 我就必须在北京最好的地方 去上班 只能这样 我喜欢这样 你从开始洗头 到你变成老师 多长时间 将近四年 进到那个高端店的时候 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 我不太服输 其实我洗头的时候 我都不认为我是个洗头 我就认为我就是一个理发师 我洗头的时候 我都给顾客设计发行 有一些解研 那身价都过亦了 跟我一聊设计 我也是刚在那个时候 开始想健身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受 我以后会压不住一些客户 刚从老家来 没有任何的量 量闪耀点 我想让自己 就是加分加分再加分 你是每年都出去学习吗 每年都出去 能处国的话 就是日本 要么就欧洲 一般学育次要多久 一周五万 是你们要自费学吗 自费 这行的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毕竟这个行业 它是接触人的 情商访 我找到最早一期 你是老朋友 我跟他做很多 是什么 我超过来的 也就贵了 我是什么 我英文 想在这更多 你坐在哪里 我让他说 我跟他说 那一天 他说 那他干嘛 你 我 你 你 跟他 我 我 你 他倆是北京人 他一看他老公来的呢 他气势更上人 我就跟他老公解释 他老公也不是个善杀 后来领导说把我拿进修议室 后来他们就解释了 其实我后怕就是我跟他老公 幸会没动手 他老公要是动手的话 我也会反击 因为我也是东北人典型的幸福 动起手来 我也守不住 老板后来说你了吗 我们那个老板清商特别好 反而没有说我他还鼓励我 老板说确实有这么一类的人 那你遇着吧 没办法 下次呢你在沟通上再做点意 多沟通不怕沟通 老板还是很随口 老板他越人无数 他一直都做高端老板什么人 其实有的时候高端店呢 这些奇葩也得客户也不少 我就爱吃这些青食啥的 你每天都我就这样吃吧 就有时间就吃一口有的办法 下午来了一个要染发的客人 杨浩和同事在讨论合适的颜色 就是在挑展膏 某一些加一些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颜色会好看一点 不单一 这怎么像个打扮器 就是打扮器 其实他现在这个底色也好看 杨浩在一旁目不转睛的观察 头发是否变成了满意的颜色 不然他会重新给顾客染一遍 对 你和家里人关系怎么样 我哥俩关系特别好 感悟都是来自一场 给我挺多就是上下帮忙 第一次出国我哥带我去的 最开心的事就是他给制造 他情商考 维护的人特别好 他有什么朋友吗 没有 他现在要找我 为啥他容易不容易 他有房子 他这房子700多万 还不容易 那太容易了 还有个车呢 所以你觉得你找女朋友男生 是因为你没车没房啊 对 我不自信 我要有车有房 你看我已经高掉起来了 那你哥怎么看待你这个观点 我在我哥心目中 我就是个富二代 为什么呀 他跟你明明是一个爹吗 怎么你就变成富二代了 就富他人 他比我大七岁 他特别惯着 他帮我解决这个财富地方 这些年在北京打拼 其实在钱上面是你哥帮你的笔 爸爸妈妈帮你做 对 精神方面他也照顾 严昊的哥哥是明清发型师 刚入行时他吃了很多苦 五年来一步一步成为行业内 顶尖的发型设计师 靠自己的能力在北京买了车和房 他的想法长得得更狠 我喜欢的 我就挺执着的 他妈妈不喜欢的 我就三天打一两天采访 这是性格本性 所以你哥是不管喜不喜欢 他都特别有毅力 他是要认准了 好的一些事情他都做的 比如挣钱有多难 做某一页事有多难 他能做的 他健身他也健身的 平行做头的人 比如去外地 出头有吃饱药 比如跟剧组 或者给艺人探班 一手都吃饱药 然后紧接着再换下一个 钱确实是不好的 你能挣多少钱 你确实你找多少钱 您做这行多久了 十四年了 吃了很多苦 有的时候会迷茫 有的时候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感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会 总理思考 坚不坚持 他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笑 对不对 那笑你们笑一天 我这个是养成一种习惯 我一开始学美化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练了一种 雕筷子去练 我一笑就笑一天 然后一笑就笑僵了 你的笑我觉得很真诚 自然的 我没有觉得很假 时间久了 都变成真的了 你是真猫还是假猫 你要是真猫你就动一下 四个合伙人每周会做培训 选一种当下流行的发型 每个人都要剪一遍 然后互相分享和点评 我头发质量不错啊 对 这一个头一百多的 这怎么碰到的 晚上就咱点花醋呢 不错 我走了 这个的发挥很臭 这个做会发挥很臭 真的 他会有三个处理 我发挥很浪 我发挥很大 我发挥很大 你快走 我发挥很大 我发挥很大 但是我发挥很大 我发挥很大 它会有三个处备 累嘛,坐火车上没有钱的,晚上下午没有钱的,站了,23个小时,就喝了一几块一会儿,坚持下来一会儿。 你现在减了多少位啊? 你现在减了多少位啊? 这发型适合我吗? 适合我吗? 适合。 你不说它适合所有人吗? 那还不好啊?不容易出错。 不容易出错就等于无聊。 你喜欢小菜,我更喜欢小菜。 失败了呢? 然后跟我说你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干嘛,到后来越磨合越好了。 一天的来吧,精力呢,就好了。 还好彼此能理解,包了。 是吧,就跟夫妻一样。 走吧,我等我了。 那你们四个真的好好啊。 就有这么和睦的合伙关系。 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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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在一起多少位? 下来吧? 嗯。 小的时候就带我这个? 不带我,不带我。 把他钻进去了一下吧。 在那边。 再见。 再见。 哎,妈妈。 。 愿你们的生意在越做越好的路上, 还能保护好这份珍贵的友谊。 去的还有瑞幸物你的哦。 三米主要周到达里做越比较静励里静, 有什么人想出来呢? 我爱你啊。 你感到的男朋友。